第167 回 陸小鳳找到老實和尚 老實和尚原來都已經投靠了公狗做了隱形人 而且還告訴陸小鳳 現在陸小鳳只有兩條路走 一條就是做隱形人 一條就是死路 陸小鳳聽了之後就說 哼,不做隱形人就一定死了嗎? 老實和尚說得很肯定地說 是的 哼,那我就不相信了 我偏偏要生給你看看 陸小鳳就不相信 老實和尚於是就帶著陸小鳳 去到一幢很大的大門外面 一幢大門是打開的 老實和尚就站在門口 他對陸小鳳說 哼,你進去 大院裡有三間房 三間房裡有三個不同的人 他們都在等著你 三個什麼人? 嗯,這樣 我可以說兩個人的名字給你聽聽 一個是公狗 一個就是你很恨見到的沙萬 那還有一個呢? 為什麼不說呢? 因為,因為你很可能 再見不到這個人了 喏,你阿雲 看你做法怎麼樣 如果你先進的那間房裡 住的那個是沙萬 你還可以在臨死之前 跟他瘋狂地愛一番 如果你先來找到公狗了 好啊,那對不起 麻煩你跟這個世界說兩個字 兩個什麼字? 再見 哈哈,那如果我入正那間 即是你不說得那個人的名字那間房呢? 哦,那很可能你會不明不白死了 或者你會很快樂 哈哈,我還會快樂? 哈哈,假如你沒有不明不白死了 我保證你真的會很快樂 那我可不可以在每間房門口大喊一聲? 不行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一出聲 你就會發現一件很好玩的事 什麼好玩? 你就會發現有很多人送東西給你 送什麼? 暗器啊 拿命的那些暗器 我可以保證你絕對避不開這些暗器 那我進了房間之後呢? 哦,那你又可以怎樣都行 說話又行,說笑又行 還可以做任何事的 那我可以跟你說兩個字了 什麼? 再見 陸小鋒說完再見就飆了進去 嘩,這座大院這時候真是很黑 除了房間樹木架山的輪廓之外 陸小鋒什麼都見不到 不過他發現,老實和想說的三間屋就不是連在一起 是左、中、右各一間 那些人看他怎樣選擇 他一直向前走 他腳步很輕 他相信,裡面的人一定不會發覺他 走到門口了 他就沒有立刻推門 他在門外站了大概有四分之一住香那麼久 房裡頭呢,一點聲音都沒有 他心想,這間屋的人肯定不會是沙萬 如果是沙萬,他怎麼都會轉身 或者發開口夢,說著陸小鋒的名字 就在他想走的時候,他突然又想 嗯?或者沙萬睡得很軟呢? 所以,他又在門口那裡站多了四分之一住香那麼久 仍然沒有到聲音 連人轉身的聲音都聽不到 陸小鋒於是決定推門了 門一推開,啪聲,他就飆進去了 站好之後,他立刻發現一件事 那扇門是自動關起來的 所以他跟著又什麼都看不到 不過,他感覺到屋裡頭有人,是一個男人來 然後,他感覺到,哇,好像刀鋒一樣的掌鋒 就切到他的心臟那裡 他立刻一側身就閃過 但是,陸小鋒還沒站穩 掌鋒又是劈在他的心臟那裡 啊,這一魂,他真是避無可避 幸好,陸小鋒沒有說不明不白地死了 救他的就不是帝哥,是他自己 不是靠他的武功,是他的靈敏和判斷力 那一掌打到陸小鋒心臟前大概兩寸左右就停住了 因為陸小鋒講了三個字,三個救命的字 就是花滿樓 哎,那各位,除了花滿樓 有誰說可以在黑暗之中掌掌都這麼準確打中別人心臟部位呢? 可以說是沒有 所以陸小鋒認為這個人一定是花滿樓 那跟著,兩個人同時說了一個一無一樣的說話 你怎麼在這裡呢? 然後,兩個人就一起哈哈大笑 花滿樓就握著陸小鋒的手 拉他在椅子上說 你坐吧 陸小鋒就照錯可也 花滿樓也坐下 嘿,他說 我這裡沒有燈 哦,沒有燈都可以聊天的? 啊,可以 那,讓我來先說一說我怎麼會在這裡呢? 我呢,是老實和尚帶我來的 他怎麼會帶你來的? 是這樣,我是一直幫你追查那個幕後的隱形人 不過一點眉目都沒有 就反而查出了另外一件事 什麼事啊? 呃,你知不知道當今皇上 現在在密室著御前示威啊? 哦,我是江湖中人 從來都不打聽這種事的 我本來都不理這些事的 不過,我聽說皇上在到處找你啊 啊,找我? 啊,你都覺得意外啦 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都漏了 所以我就順著那些線索追查下去 那結果怎樣? 我結果發現 這個消息原來是真的 是誰啊? 皇上找我做御前示威啊? 沒錯啊 為什麼啊? 因為有人舉戰你啊 有人舉戰我誰啊? 太平王子啊 什麼啊? 太平王子? 咦? 我跟他真是三不識七啊 為什麼他會舉戰我啊? 我不知道啊 而且太平王子和江湖中人有來往啊 他怎麼會說不知道我是閒雲野鶴 怎麼會做御前示威啊? 我都想不通 所以就繼續追查了 那查出什麼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查出 只是查出 有一次 老實和尚就去了見太平王子 哦 那所以呢 我就去拜訪老實和尚了 那老實和尚呢 就帶了我來這裡 他跟你說了什麼話? 他叫我在這裡等 說很快就會見到你了 那你為什麼要打我呢? 唉 你不知道啊 這幾晚啊 每天都有人來襲擊我 我都不知道是誰 我問老實和尚啦 老實和尚又說不知道 他叫我小心點 咦? 最好是抓著那個偷襲的人 這樣就知道真相了 那為什麼你要對我使殺手啊? 唉 第一 我不知道是你 第二 那個人的武功真的很高 而且 又是在你這個時間來的 我除了使出殺手之外 機會都不大 幸好啊 幸好你突然之間認出我 哼 真是幸運了我 如果不是你看到的陸小鳳 就是死了的陸小鳳啦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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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陸小鳳就沒有接著談這個話題 他突然之間想到另外一件事 就是應眼測臨死之前講的一個字 那個太字 應眼測對他說的 難道就是太平王子? 花滿流見他定型地問話 你又想到什麼事啦 我想到一個人 什麼人啊? 死人啊? 誰啊? 應眼測 應眼測死了 是啊 那他臨死前講了什麼? 他講了一個字 太字 太? 太平王子? 我就是這樣想的 你知不知道太平王子這個人啊? 不知道啊 那你呢? 你有沒有見過這個人啊? 我也沒見過啊? 啊,那就奇怪了啊 他又為什麼會舉佔你呢? 他有什麼目的呢? 看來我們要找一個人才行 是不是找老實和尚啊? 當然啦 這個問題他一定知道的 啊,不過不要不要 我們都不用找他了 找另外一個人好過了 誰啊? 公狗啊 公狗? 你…你知道公狗在哪裡來嗎? 我來這裡 是老實和尚帶我來的 他說這裡有三間屋 公狗在其中一間裡頭的 啊,那… 那我們現在馬上去找他了 誰知就在這陣子 門外突然之間有個人說 不用去啦 然後… 蹦蹦蹦 有八個美女 手上各人拿著一盞大燈 從門外慢慢走進來 八個美女的後面跟著一個人 就是剛才說不用去啦那個人 這個人很冷酷,很得戚 他就是公狗了 花滿流突然之間說 啊,是你 公狗就說 是我 聽出我的腳步聲了 你就是公狗啊 慢慢來偷襲我那個人 就是你啊 你為什麼呀 哈哈 哈哈 因為我很希望你養成要殺我的習慣 然後 等陸小鋒一進去 你就可以殺了他 啊,好過借刀殺人的妙計呀 哈哈 都算陸小鋒他救運 不過 運氣這件事 不是時時都這麼好的 陸小鋒一直都沒有出聲 公狗有這種心理對他來說是一件好事 公狗越是看不起他,就越容易疏忽 他真是好忌公狗的武功 假如公狗看不起他 他都或者會找到公狗一下疏忽的弱點 那陸小鋒才有取勝的機會 花滿樓柑又問 你,你認識太平王子嗎 公狗答得很巧妙 他说,我认识老实和尚 哦,老实和尚他认识太平王子 你说我认识不认识啊 那未必的吧 哼,为何未必啊 那,陆小凤认识得三十万 不过直到现在我都没见过三十万 呵呵,你很快就会见到他了 什么时候啊 到时吧 在哪里啊 在路上 路上?什么路上啊 黄泉路上 你,你要杀光我们啊 可能的 我们有没有选择啊 得一个人有 哪个啊 陆小凤? 陆小凤这人开声了,他说 我有得选择吗? 是 选择什么啊? 做隐形人或者做鬼 我不做隐形人就一定做鬼了吗? 是 我可以写包单 你一向都这么自信啊? 是 那你在西门吹雪的万梅山庄那里又被我逃脱了? 呵呵,那你现在不是一样走不脱我的手板心? 那不是我自己自愿上勾的啊? 哦,如果我手上没有三十万这张黄牌的,你会上勾吗? 你千方百计地引我来这里,告诉我,究竟想做什么? 我不是说过咯 做隐形人或者做鬼 我为什么我不做隐形人就要做鬼呢? 因为你会差我我? 会差我你那些人都要死了 是啊 那假如我答应你 我不差我你们的事呢? 嗯,我都是要杀你了 为什么? 因为我信不过你 因为你是陆小冯 你如果不干涉这件轰动武林的事 陆小冯就不是陆小冯了 呵呵呵 看来你真的是我的知己啊 我不是 另外一个人才是 是白耶公啊 呵呵呵 没错啊 那这些都是白耶公的意思来啦 只有他才想得出这么巧妙的计策 也只有你才可以完成他这件杰作啊 那假如我不答应 你杀了我 那这件杰作就做不成咯 是啊 呵呵 这就很可惜 是很遗憾 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杀你 就是希望你可以答应 那我有什么好处先 有太多了 呵呵呵呵 你说我们听一下 看过我心不心动 喏 你可以取了三十万 就这么多啊 你可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我不需要榮華富貴 你可以無憂無慮 隨心所欲地過一世 為什麼 因為你做完這件事 你要什麼 只要開聲 就有什麼 只要世上有的 你都可以尿得到 為什麼 對了各位 公狗蟹雖然武功高強 但是也沒有這麼大口氣 要什麼就有什麼 你猜他是皇帝 好了各位 究竟是為什麼 我就明天再說